今天是2024年5月7日星期二 今天焦點有我姚馬高為大家分析時事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講一個話題 就是法國時間的5月6日 中國、法國和歐盟三方領袖在愛麗社公會五 當中中國的發言好像對歐洲說 細心去聽說話是對美國說的 落霸權的面 今天我們會跟大家講講當中的詳情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展開訪問歐洲三國 法國、塞爾維亞和匈牙利之旅 法國時間5月6日 就在法國和法國總統馬克龍 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羅欣會晤 會議上觸及了不少議題 包括三方關係、經濟貿易、中東俄烏局勢 表面上這次是一場中、法、歐三方會談 當中亦有美國影子 尤其是馮德羅欣會晤之前 他已經放下後風 說會對中國提及公平競爭的議題 當中自然不少所謂的產能過剩 這裏指的當然是涉及電動車和鋼鐵 另外馮德羅欣又說 歐盟對華的立場是去風險 而不是與中國脫歐 產能過剩、去風險、脫歐 這些字眼大家是否熟口熟臉 如果說這些詞彙是出自美國官員把口 相信很多人都會認同 所以再去看中國在會晤期間的發言 強調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 中歐雙方應該堅持夥伴定位 堅持對話合作 為世界和平和發展不斷作出新的貢獻 同時也不是針對不依附不受制於第三方 希望歐盟機構樹立正確對華的認知 同樣應用在美國身上 中歐變成中美 歐盟變成美國 又何嘗不行 對著像美國伯仁的馮德萊恩 中國亦直接回應了 這期美國的潮語 產能過剩 中國的新能源產業在開放競爭中 練奏了真本事 豐富供應 緩解了全球的通脹壓力 無論從比較優勢 還是全球的市場角度 都不存在所謂的中國產能過剩的問題 這一下可以說是打在馮德萊恩身 痛在美國總統拜登心 當然 不是說馬克龍完全不提這些爭議 但愛於法國要與中國合作 他自然都明白 凡事去得太盡 緣分勢必早盡這個道理 尤其在之後的中法記者會 馬克龍說 雙方講到中國對歐洲白蘭地進行反傾銷調查 強調法國希望自家的產品可以繼續進入中國市場 而法國的外交消息也透露 中國不會向法國的乾一白蘭地徵稅 更加重要的是 馬克龍已經明白表達了 不想歐洲做美國的附庸 身為一個獨立的個體 不用受制於美國 某個程度上還有辦法談 實實在在的細節協議 對於馮德萊恩來說 或許很難做得到 要記住 馮德萊恩代表的是歐盟 內有這麼多個國家 每一個都各自有自己的需要 馮德萊恩只能大路說方向性政策的事情 例如歐盟在去年2023年10月對進口的中國電動車展開反補貼調查 其實不少的德國車廠都表明不贊成對中國實行懲罰的措施 在故此可能會失彼的情況下 大路去講方向、講政策 就會變成跟著西方的大勢走 結果歐盟就很自然在很多方面都變成了美國的傀儡 馮德萊恩現在擺明居馬 中國也不用跟你客氣 所以才會有去年的4月 他和馬克龍訪華的時候 所謂冷暖分明的待遇的分別 不過馮德萊恩走到這一步 其實他一早就騎虎難下 他在三方會晤之後見記者繼續在火上加油 靠客說會動用貿易工具來應對中國 又警告中國不可以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援助 說歐盟隨時會做好準備作出強硬的決定 大家看看這番說話是否很有霸權風味 你不說還以為美國發言人在說話 中國亦沒有迴避這一點 呼籲推動加沙立即停火 支持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的正式會員國 重啟兩國方案 實現中東地區的持久和平 至於俄互戰爭 中國不是危機製造者 亦不是攝氏者 中國沒有隔岸觀火 為了實現和平發揮積極的作用 同時亦反對利用烏克蘭危機 去推卸責任抹黑第三國 煽動所謂的新冷戰 這番回經一直阻撓兩國方案 一直批評中國向俄羅斯供應零件 但自己又向以色列供應武器的美國 不知道他聽完又有甚麼感受呢 中國更加提議以巴黎奧運會作為一個契機 倡議運動會期間全球停火指戰 就不知道美國隻眼開隻眼閉縱容包庇的以色列 在這幾天狂攻袈裟 能否停手呢 老實說 馮德萊恩隨時都是強勞之末 佳恩6月將會選出新一任的歐盟委員會主席 尋求連任的馮德萊恩 有說馬德隆等有意換馬 原因是馮德萊恩過度政治化 親美國 撐以色列 這些都自然成為他的致命傷 今天與其說他是想打中國牌去翻身 其實某個程度上更加像是一種垂死掙扎 走到最後一段的主席路 而馮德萊恩要面對的政治困境 又是否美國的縮影 所以我們只可以說一句 霸權好自為之 今天的今日焦點來到這裡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